杨丽萍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辛苦创造了新舞蹈 会被人骂成了筛子 只因他当众上演了阴阳双修的艺术 其实作为一个老艺术家 杨丽萍身上一直存在不少争议 比如为了保持身材只吃花瓣 又比如一年花十几万保养指甲 更厉害的是为了事业 更是自断肋骨放弃生育 然而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杨丽萍不仅没有丝毫地收敛 反而愈加地放飞自我了 前段时间就因为新舞蹈中的不雅动作 让不少网友直呼辣眼睛 男舞者直接穿上了钉字裤 女舞者的衣服也十分暴露 对于外界的质疑杨丽萍没有任何回应 舞姿反而愈发地大胆 在最新的春之季中 杨丽萍更是加上了阴阳双修的艺术 男舞者衣着暴露到屁股都在外边录着 在跳舞期间动作也十分夸张 但有暗示的意思让不少人难以接受 很难让人感受到艺术的高雅 不少人吐槽杨丽萍的审美越来越奇怪 像是在打擦边球一样 还呼吁大家不要让未成年观看 这样不免让人好奇 这就是杨丽萍所谓的艺术嘛 其实金星早就解释过 都要从常人眼光看待杨丽萍 毕竟他表演的是孔雀舞 动物和人自然是有区别的 罗路也只是本能罢了 杨丽萍也曾指言 不要把艺术和色情混为一谈 或许他说的确实有道理 杨丽萍做到这一步就是为了艺术 只能说他的水平太过超前 让不少普通人接受不了罢了 被金星公开diss后 杨丽萍众人忍不下去了 这令杨丽萍愤怒拍桌子的一幕 发生在某当跳舞综艺中 能让一向高冷的杨老师如此生气 还是因为金星毫不犹豫的diss 当时有两位选手舞蹈跳得很好 但因为他们的无种跟主题不符 金星作为一个评委就没给通过 他给出的理由丝毫没有问题 但同样作为评委的杨丽萍不这么想 他觉得两人跳得很好 不能因为跟主题不符就评论好坏 听到这番话的金星很无语 显示对杨丽萍金星的纠正 并且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过去是这番话让杨丽萍感到了冒犯 一气之下他直接拍了桌子 觉得好舞者不能被这么淘汰 还试图说服金星把票也投给他们 这个操作让金星也十分无语 于是他毫不犹豫的拒绝了 两人在台上也吵着不可开交 直到主持人出面制止 而两人演出人员也对杨丽萍表示了感谢 过了一会杨丽萍也冷静下来 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些过激 并且金星说了抱歉 事实上金星的做法没有错 毕竟节目组已经制定了规则 那就一定要按照规则办事 不然其他人也可以不遵守 整个节目组自然就乱透了 看了杨丽萍的一日三餐后 我终于明白他为何是艺术家 如今的杨丽萍已经年过六十 但身材从来没有超过九十斤 为了保持身材他对自己十分苛刻 早饭是几杯水 午餐永远是一小片牛肉和半个苹果 晚饭也只是两个小苹果而已 但杨丽萍也有暴饮暴食的时候 就是把半个苹果换成一个苹果 即使在饭局上大家都大快躲一 杨丽萍也只是拿朵玫瑰花细嚼慢烟 不得不说为了艺术真的贡献两多 但他的厉害支出不止于此 除了身材之外杨丽萍最出名的 就是一手极长的指甲 他从八十年代就开始刘元生指甲 据说每年在上面花的钱超过十八万 张继中在拍摄《神雕侠侣》时 一眼就看中了他的指甲 拿出二百万片酬邀请他出演梅超风 毕竟很难有人能像杨丽萍一样 眼珠九阴白孤照的柔美 但得到什么就会失去什么 刘正阳一手掌指甲很影响生活 金星就曾在节目上公开问杨丽萍 留这么长的指甲在家上厕搜课怎么办 面对如此尴尬的问题 杨丽萍十分淡定地回答 没有什么不方便的 看手机按电梯都用手指关节 上厕所有智能马桶 一番话说得大家哑口无言 其实金星的询问不是没道理 毕竟吃饭洗澡这种小事 对杨丽萍来说都很困难 于是他花钱给自己招了个男助理 生活的不方便都是对方帮忙解决的 怪不得网友都在感慨 他简直把自己活成了老佛呀 连冯小光都感慨他不是人 而是个神仙精灵 不得不说杨丽萍对自己真狠